灿烂烟花 点亮歌剧院和港湾大桥 雪梨的跨年烟火秀世界闻名 今年台湾的雪梨跨年团更是夯 因为受到澳币贬值约12%的影响 团费较去年便宜最多3000元 澳洲的雪梨塔跨年 除了我们独包下的雪梨塔 在目前已经销售近9成 除了南半球的澳洲 北半球纽约时代广场是多年热卖行程 而今年英国伦敦跨年烟火秀 也受到不少民众青睐 9天行程约14万元 价格跟去年差不多 但如果没有这么强的假期 临近的日本也是不少人的首选 像是由旅行社包装 迪士尼乐园跨年行程 虽然比去年贵了3到5000元 但还是在两个月前就卖完 日本跨年 尤其是东京 我觉得就是最近虽然汇率有点上涨 但是去日本买东西还是很划算 在假期的部分来说会比较短 所以想说在国内为主 的确如果假期跟预算都有限的话 国旅也有热门景点可以参考 像是阿里山看2016年的第一道曙光 行程就很抢手 有业者推第二人不到20元充满气 还有的是主打搭乘游轮式列车到嘉义 在今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规划了 告别2015迎接2016 不论是要跨年还是迎树光 相关行程规划或抢票恐怕都得手脚加快 记者刘亮恒姜佑红台报导